楚歌 慕容霄看了眼 泪流满面又无助的女神 过去一刀切 将楚王打晕 谁让你过来的 是楚歌让我过来的 他不能离开我 不然就会失控 真是四哥的命令 这王爷吩咐属下 务必要保护好原娘 令王爷就算打晕王爷 过会儿他就会醒来 醒来要是看不到原娘 一样会失去理智 这样下去 会伤了王妃的 刚才你们也看到了 用这个谷的原因 王爷不能离开原娘 一旦离开太久会失控 以前我们王爷 就试过很多办法了 可都没有用 王妃你不要难过 不要怪王爷 王爷不爱我 他爱的是你 刚才的事 你千万不要介意 我跟王爷去过南狱 找了那里的谷师 想办法解除这种谷毒 可是 他们说没办法解除 没办法 后来楚歌才带我和孩子 回王府 楚歌虽然离不开我 可他心里只爱你啊 你们找的什么故事 我不知道 湘瑶不敢置信地看着这一幕 我说 你居然护着这个女人 为什么 你不是口口声声说爱我吗 瑶瑶 王爷 你别生气 是我不好 王妃不喜欢我喊你楚歌 我以后不这么害羞事 我知道王爷对我没有感情 都是因为住了谷 原娘不配得到您的疼爱 瑶瑶 你别这样 我和原娘真的是被人算计才有孩子 她也是无辜的 开始是我侵犯了她 真的不是她的错 我带原娘一起去过南狱 那里的谷师都没有办法给我们解除这个情奴谷 他们说 这是相当于生死骨的东西 除非我们死 不然一辈子没办法接 可是我难受 你要在我眼皮子底下 天天跟这个女人在一起 那你不用杀了我 瑶瑶 不会的 我现在只要不离开原娘身边就不会有事 我可以不碰她 真的吗 瑶瑶 你相信我 我